知不知道 知道 那个这个米的话 姐明天通 姐明天就给你安排过去 然后你直接呃该怎么办咱怎么办 好不好 没事 其他都不是事 咱们一定要就是呃 正做起来 先把公司给弄好 好不好 我有加紧啊 这个呃 这个员工发工资这一块 我已经已经安排好了 已经安排好了 没事了 你不用担心我 不用担心了 那就行 没关系啊 姐的话 这两天看一下 姐飞到你那边一趟 好不好 或者说你要是想要出来散散心的话 你过来我这边 姐把票啊 把那个酒店都给你订好 姐 姐 姐休息几天陪着你 我当时是放个假 好不好 你过来走一走吧 要不你老是待在那我也担心你 你看你这大晚上的乌吃麻喝的 你这在哪我都不知道 我知道了 姐姐 没事 你那个啥 不要去想其他的 姐就想说 没事弟弟啊 你有姐在呢 感情的事情是吧 咱遇到了咱就好好在一起 既然遇不到良人 咱们就放一边 对不对 你呢 我一直有跟你说过 遇到感情的时候咱一定要好好对待 千万不能三心二意的 但是呢 有时候呢 说实话 可能遇到的并不是良人 咱们就当中是一个什么 当中是一个当中是一个经历吧 人生当中的一个经历 好不好 我相信 总会遇到很好的女孩子等着你 好吗 阿蕾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弟弟是什么恋爱呢 直播间说的 阿姨们姐姐们 我跟你们讲一下吧 其实我弟弟怎么说呢 他是一个很重情的一个人啊 你知道吗 当一个人很重情之后呢 他对一个女孩子 但凡上了一点心 这个女孩子稍微做一些对不起她的事情 或者是说 出现一些什么问题 伤心的一定是这个重情的人 就像我弟弟这样子 知道吗 直播间的阿姨们姐姐们 可能都经历过这种事情 其实说实话 这种感觉真的很难受 特别难受 并不是说自己想控制就能控制的 所以有时候就是我 我 哎呀 我挺 我挺 我对这个小智 有时候真的是挺挺操心的 我希望她赶紧成家 我也希望她能遇到个好的好的家人们 但是吧 这种 哎呦 这种事情怎么说呢 真的是要看缘分的 你们说对不对 你们说感情这种事情是不是要看缘分 真的不是说你觉得可以就可以了 知道吗 谢谢我的 其实是我谢谢你们 真的 我谢谢你们一路以来一直陪着阿蕾 支持着阿蕾 我说实话嫁吗 有时候我觉得你们才是她真正的亲人 就你们对她的了解 比我 比对我 比我对她还要多 可能有时候我工作上比较忙 对她有些疏忽 明白吗 没事的阿蕾 其他 其他都不是事好不好 你最近还有跟她联系吗 我有联系 再见 你跟她现在就是没有什么那个了吧 没有联系了 阿蕾 姐就是想跟你讲 咱放下就放下 咱们还能当朋友 不要说就是当仇人一样 没必要 知道吗 咱们就当中是一种经历吧 就是生活当中嘛 对吧 什么人都能遇到 这对你来说可能也是一件好事 好不好 看开一点 然后呢 我也希望你把心给打开一点 就是有好的 咱就看一看 咱就试一试 对吧 真的觉得这个人行了 咱们就确定关系 好不好 好 没关系的 不用去想太多了 好吗 你知道了 姐姐 吸吸点赞 加尔曼 打一波 吸吸加紧 好不好 单紧是我一个很好的姐姐 然后一直以来也很真实我 知道吧 我遇到什么困难 他都他都会愿意帮我呢 知道吧 谢谢你们一路的陪伴 对咱们跟别人打一波 吸吸加紧 这样吗 你们不用谢谢我 是我 是我觉得我应该要谢谢你们 你们说什么 真的你知道吗 有时候你知道吗 阿维 很多事情 我真的不是说 叔叔跟我讲 也不是说你跟我讲 我真的是从所有叔叔们 阿姨们嘴巴里听到的 是他们来私信我 告诉我的 就好比今天这个事情一样 他们让我赶紧来你直播间 说你遇到事情了 他们怕你 他们怕你那个啊 阿姨们你们懂吗 所以我 立马我赶紧来了 真的阿姨们有时候我感谢你们跟我讲这个事情 有时候我这个弟弟你知道吗 我给他打无数个这个他不接 有时候我七种都要摔那个手机 你知道吗 你们懂这种感受吗 对呀 有时候他就是那种 可能他他很他他经常不看手机的 不是说只是我跟他打不接 有时候他爸爸跟他打也是一样 知道吗 不说其他的家们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我希望你们能好好的就是 呃支持阿伟陪着阿伟 因为说实话他一路走来真的挺难的 而且阿姨们 其实阿伟有没有跟你们说过他小说的事情 我可能有一些阿姨们知道 有些阿姨们不知道 阿伟呢他确实很倔 但是他真的是一个 大很多人 而且你知道吗 他们他经常在私下去帮助很多人的 他也不会说在直播间去说的 知道吗 嗯 把 不行啊 有家们说是阿伟不行 这肯定不行啊 如果说他卖了之后呢他怎么办 肯定不行啊 对 嗯 这样吗 嗯 他员工的那工资呢都已经发了 你们不用担心 就算如果说他出现了就是资金上面的断 资金上面的缺 就是有加解我呢 只会在所有的阿姨们咱别担心 好不好 我说了 只要是阿伟遇到什么困难 姐姐我都在这 你不用去赏其他的 可以吗 家人们对你们不要担心 这已经处理了啊 处理了你们不要担心 有家有家家们一直说 阿妹不敢开 没关系家们他开不开波呢 咱就不 这个就不理了既然说他跟阿伟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然后他的事情呢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 对不对啊 你们说什么 然后呢 以后呢也希望他好 然后 其他的话咱也不说人家了 好不好 也不说人家了 对不对 然后就想说我弟弟能赶紧走出来 然后呢能遇到一个更好的 你遇到一个真正懂她的一个女生吗 啊 没私家吗 要把没必要的家吗 既然花出去了咱咱咱也不差这一点 对不对 既然花出去了咱也不差这一点 阿伟回家吧 对啊啊 那个阿伟你要是没什么事咱早点回去好不好 不要在外面待着 好吗 我知道了姐姐你没有担心 没关系啊 你那个啥 啊 忘了那些 对 这个罗兰姐姐说的特别对啊 咱们就有些 有些人该忘了咱就赶紧把他忘了 好不好 直播间有很多黑粉 没死老架嘛 就是啊 咱不怕他们 对不对 没关系咱不怕他们 然后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嘛 其实 其实今天家家在这里想说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想跟家们说一下 嗯 怎么说呢 其实 阿妹不该回去 回去 啊 什么意思啊 阿伟 什么情况 怎么直播间很多阿姨们说阿妹不该回去拿什么东西 什么意思啊 拿什么东西啊 不是你你你你 什么情况这是啊 什么情况这是啊 把公司 啊 你不可能吧 叫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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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知道啊 不知道 啊 什么情况 直播间为什么阿姨们叔叔们跟我说他回去把你的什么 什么卡 什么 什么 怎么是啥的 什么情况 我不知道呀 嗯 那是我之前我我们两个那个一起的时候我给他了的吧 没事的 那个是我给他的呢 那是我送给他的没事的家人们不用说了咱们这些事情就不用说了好吧 那是二妹我们两个一起的时候我送给他的一些手镯啊什么香料什么 好 好这个没事啊这个如果是说你俩在那个谈恋爱的时候如果是说阿姨们叔叔们 你瞎我一跳我以为是说他俩已经疯了然后呢他跑到阿伟那边把阿伟这些东西全都捡走了我说那肯定不行啊 对吧那姐可不能坐视不理了 姐肯定要回去一趟的 得找他当面对峙的 对不对如果是说是你俩在那个 在那种恋爱关系当中对吧你是为了讨好他 然后给他给他什么什么项链啊 首饰啊 你那些都没问题啊 卡 怎么怎么还有卡呀 不是弟弟你啥不啥你你你卡吗 啊 不是这这什么情况这家伙你们说的是真的吗 不用姐姐不用那都是我给他的一点西医也没有多少 那都是一点西医一点宁欢钱吗 那你卡卡卡你听了吗 卡你也没有多少呀没有多少 哎呦我真的是被我这个弟弟给折服了 不是你你先听姐讲啊 这不是多不多的问题啊 首先呢 既然你俩已经过去了 已经成为过去世了 咱该停就把他停了 听到了吗 是不是这样 有卡 我都不知道这些事情要这样吗 那 嗯 说什么阿姨吗 你们听我说啊 那些什么 镯子啊 镶链啊 戒指啊 这些他俩谈恋爱的时候呢 就是给他就给他 这些说实话 这个没有啥 这也不知多少米的 但是阿伟啊 那个卡 咱停就该停了 都过去了 好不好 听姐的 嗯 你要是不知道怎么弄的话 明天我派个人过去 然后让他帮他去 帮你去动就行了 卡的话 这这这 因为这个这个不是小事情 你知道吗 明白了吗 嗯 我家们谢谢你们跟我讲 还好你们在这里跟我说 要不然的话 我都不知道有这回事啊 你说两 你说两个人在一起谈谈恋爱 对吧 给对方买买东西啊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如果说你俩都已经 那个啥了卡 咱该拿回来就得拿回来 听到吗 听姐姐的啊 哎我真的是这样吗 我这些事我真不知道 要肯定的要回来啊 你们这不用说的 这不是多少的问题啊 因为这个这个 你给到外面有时候 不小心会发生一些 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 那就麻烦了 不用不用那些 那都是一些蜥蜴 也没有多少 也没有多少 哎呦我的天哪 我的弟弟啊 你听姐的 姐不是说那你去拿其他东西啊 咱们那些东西该给他 这些东西说实话 两个人在这些好的时候呢 买这些东西很正常 但是卡你必须给我拿回来 卡你不要拿回来也行啊 你直接给我打过去 直接给我停了 因为后面呢 如果说遇到其他事情 就麻烦了 知道吗 听姐的 知不知道 这可不是小事情啊 没事的姐姐 你不要担心吗 这这 这都是 也没有多少 知道吗 我真的是 这样吗 你看我真的 我真的服了他了 他说没多少 他又不拿 我都说了 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啊 对吧 这万一这卡封了 那如果是说 人家对你操作 其他的问题 你说你麻不麻烦呢 这孩子真的是我 我这不知道怎么说他的价吗 对的价吗 咱不是说钱多钱少 你花贵花对吧 那万一就说 那那二 二万一把这卡给弄掉了 或怎么嘞 那发生其他事情了嘞 咋搞 没事的姐姐 你不用说这个问题了吗 不用说这个事情了 没事的 既然我我给他了 那么是我的心意对吧 不管能不能走到最后 我也不可能去 因为要这些东西 知道吧 这这样说出去 也也我也是 那个的 知道吧 感谢我的亮姐 感谢我的亮姐 从亮姐姐收了的礼物 谢谢 不用说礼物 家人们不用说礼物 咱们咱们打一包正能量 好吧 我家姐的话是为我特别好 知道吧 就是不管什么事情 他知道他都会帮我的 所以我希望呢 咱们给家姐打一包正能量 好不好 我姐姐是一个正能量的人 也是一个很很懂事的人 知道吧 谢谢你们 谢谢 啊 没事的 姐姐 那个事咱们就不说了 好吧 不说了 就就我我自己 选择的 就我热闹 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希望他能够幸福 就可以了 好吧 好吧 那行吧 姐相信你是一个能拿捏分寸的人 姐也相信你知道怎么做 对 我我就是心里想不脱的就是这个对不起家人们 知道吧对不起粉丝家人们 这种因为他们一直很很支持我 也很祝福我 然后然后就没有让他们你走 知道吧 二妹怎么在我直播间啊 二妹 他在你直播间 喂 听得到吗二妹 听得到 你怎么来我直播间了 我看到你发的那个视频了 哪个视频啊 我刚刚我刚刚刷抖音的时候刷到你那些视频 你就不要就不要伤心这些你就先好好把公司搞好 然后把把自己的生活调规律了不要不要这样吞飞下去了 二妹我 就是现在你一个人吗 嗯 你一个人是吧 嗯 那我为你一个事情 你什么事 你 你 我希望你跟我说心里话也跟我说真心话 你跟我说实话知道吧 就是你 你 那个男孩子是你全男友不 对啊 那你现在 订回了吗 订了呀 你应该都要集回了是吧 嗯 那 祝福你啊 谢谢 你怎么来到我直播间的呢 我刚好看到然后我就过来跟你说一下 没事的我 那你不要再这样下去了 谢谢 你好好去把你的公司搞好 你会遇到更好的女孩 谢谢你啊 谢谢 谢谢你的关系啊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只是这两天我 自己的公司压力比较大嘛我就 来河边闪闪心 这种没有别的 嗯 谢谢你的关系啊 你那你们要要 要集会了是吧 什么时候集会啊 应该下个月吧 下个月就集会了 啊 祝福你啊 祝福你 对了他们说刚才粉丝们在说就是说我我收给你的那些手链你都把它给卖掉了 对啊 这样也可以的毕竟你要集会了的话应该要他们家要给你买手链这些我收给你的那也没有必要带是吧 也不太好 那你你卖了也是正常的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你跟我姐姐说两句吧好不好我姐姐也在直播间你认识的之前你捏过的 啊阿妹 佳姐你好 嗯那个刚刚我都听到了那个我现在也不知道说什么但是我只能说一句就是恭喜你吧祝你越来越好吧 就是你跟我弟弟呢那也就是过去世了没什么就是各自安好我希望你们就是就是无论是你也好我弟弟也好就是希望你们都有一个好的未来好不好 好的谢谢 没事 没事然后我弟弟吧说实话这个男孩子是直肠子吧可能有时候呢他不太会混扰还是开心但是我相信他对待你的时候呢其实是真是对待的但是无论怎么样吧希望你们两个都能越来越好彼此各自安好 然后阿妹嗯就恭喜你吧其他话然后姐也不说了也没也也没啥说的然后弟弟啊竟然就是阿妹他都已经对吧都已经人家都已经订婚了然后我们一起祝贺他吧好不好 没事 justeens sociology 没事就是你还有姐那我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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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呢 nah 对没事â 对吧嫖嘛 咱们就当时咱们一起祝贺一下阿妹吧没关系这样吗咱们都看看一点没什么事情对不对咱们都很大气 没事 弟弟 有姐姐在哪 一切都不认识 好不好 没关系 我姐相信你也会遇到更好的